2022年冬奧會 是中國冬季體育人 期盼已久的盛會 尤其是對現役運動員來說 他們更加渴望著 在家門口突破自己 為國爭光 繼續我們的冰雪原中國夢 一起來聽聽他們的故事 李妮娜是有名的美女運動員 2006年冬奧會上 一位美聯社女記者曾經驚呼 這是冬奧會賽場上 最漂亮的女孩 而這個美麗女孩所從事的 卻是一項充滿危險和挑戰的運動 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 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 是在專門的場地上 通過完成一系列的規定 和自選動作 而進行的一種雪上競賽項目 首先是一個勇敢人的挑戰 還勇敢加智慧的挑戰 練習技巧出身的李妮娜 在轉型成為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運動員後 成為我國自由式滑雪項目 第一個世界盃總決賽冠軍 第一個獲得空中技巧 世界排名第一的女運動員 她在運動場上贏得的最高榮譽 是市井賽的三連冠 她也是唯一一名獲得過世界錦標賽 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項目 三連冠的選手 贏得了市井賽的金牌 李妮娜在之後的2006-2007賽季 成績斐籃 世界盃總排名第二 分戰賽兩金 兩銀 一銅 2007年有成功的衛冕了市井賽冠軍 而2009年她再次成功奪冠 也成為了市井賽三連冠第一人 我覺得這麼多年回頭看 總結一下我可能贏得更多 是在贏得心態上 對 我對這些事情看得比較開 不管是成績好的時候 還是成績不好的時候 我知道怎麼去處理自己的情緒 我知道在比賽中該去注意什麼 市井賽上霸氣十足 但這李妮娜的奧運之旅 卻並不平坦 李妮娜在2002年 第一次參加了沿湖城冬奧會 參加那屆冬奧會 女子空中技巧比賽的 四位中國選手是 李妮娜 徐楠楠 郭欣欣和王嬌 而衝擊金牌的重點運動員 則是郭欣欣和上屆冬奧會的 銀牌得主徐楠楠 比賽的結果 難度最低的李妮娜成績最好 獲得第五名 距離第三名 只有不到四分的差距 大家都一樣 都在努力 不是說我成績最好 我做的努力 最多有很多人比我更努力 但是很遺憾 並沒有比我更好的成績 比如說我的隊友郭欣欣 他摔得非常慘 他永遠都是摔完 拍拍自己身上血 接著再來 就是這種精神 就憑依水也在激勵著我們 我們都會通過隊友之間的 這種狀態來鼓勵自己 2005-06賽季的世界杯賽 李妮娜的成績有所下降 比賽之後的都齡冬奧會賽場 大部分人並不知道 她是帶著傷出戰的 當時是別人不知道我有傷 但是我自己知道 然後還要傷心的難度 所以就是在整個賽前訓練的 這幾天都是很糾結 2006年都齡冬奧會 所以李妮娜 郭欣欣 徐楠楠都進入到了最終的決賽 決賽第二輪 首先出場的瑞士選手樂屋 作為三豬台選手 她擁有更高的難度 裁判給出了107.93的高分 總成績躍居第一 李妮娜的第二跳 讓領先的瑞士選手樂屋倍感緊張 雖然李妮娜的動作完成得非常成功 空中姿態優美 落地很穩 可惜 由於難度系數比較低 沒能超越瑞士選手 只能排在第二位 最終獲得都齡冬奧會銀牌 四年後的溫哥華冬奧會 是中國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 整體實力最強的一屆 預賽結束之後 李妮娜 郭欣欣 程爽和徐孟陶 分別以第二 第三 第四 第八名的名次進入決賽 而李妮娜在決賽中 也第一次使用了 3.900難度系數的新動作 李妮娜要上場 她將衝擊自己的新難度 成功了 李妮娜 李妮娜第二個跳舞 上了難度 這次我們看她不但 把姿態和落地做好了 而且她是用了她的高難動作 3.9的難度 207.23排名第一 李妮娜的這個動作為她 贏得了自己世界大賽上的 最高得分 只可惜在她之後出場的 把澳大利亞名將 納斯拉如有神助的 超水平完成動作 獲得了最高分 最終贏得金牌 中國隊再次衝冠失敗 溫哥華冬奧會上 應該是拿出了我當時 最好的狀態 也拿出了我最高的難度動作 也發揮出了最好的水平 都已經這樣了 我也沒拿著澳大利亞冠軍 我就覺得我沒有什麼遺憾 溫哥華冬奧會之後 李妮娜選擇了退役 遠離學場 開始了自己全新的生活 但是時隔兩年 她又選擇重返賽場 這意味著一切都要重頭再來 意味著要付出比過去 更多的艱苦的訓練 你還回去遭罪 還去遭一遍隊 還去就是從事大運動力量訓練 然後後來中和考慮 我覺得還行 然後我就又回隊伍了 回歸隊伍之後 留給李妮娜 李妮娜準備索契冬奧會的時間 已經只有兩年 倒上雪面完成動作 而後經歷五一月的傷病後 李妮娜站到了索契冬奧會的賽場上 正在上交演員會之後 退役 但是現在由於規則的改變 兩跳相加組繩 來決定排名 變成三聯淘汰賽 總的一個結果 就是對李妮娜這樣 穩定性非常高的選手 但是難度沒有絕對優勢的運動員 非常有機會 李妮娜在法律奧會上的最後一動作 快下快下 快下快下 站出來 咱肯定完成了 可以 百分之百努力了 我努力地站到了這個賽場上 我努力地把我要拿的東西 全部都拿出來了 雖然是結果是不成功的 但是我能接受 然後我也 我覺得應該體現 就是中國運動員的一種精神 然後失敗其實並不可怕 然後再一個 我的父母也在電視機前面看著我 我也不希望他們擔心我 然後我覺得 我是想要給大家一個積極向上的作用 所以我在鏡頭前面 還是很開心地笑 退役後的李妮娜 出任了北京申辦冬奧會的形象大使 並在2015年7月31號 見證了北京 贏得2022年冬季奧運會 舉辦權的歷史時刻 當巴赫主席說出北京的時候 北京 真的就是 雅勒立刻奪框而出 奧運會拿一塊金牌 是我自己努力成功了 但是深冬奧成功 我覺得是中國成功了 然後從我練滑雪到現在為止 我可以看到冬季運動 在中國的發展是有一個 很巨大的變化 在我的後半生 那我都會去用自己的力量 去推廣冬奧運動的發展 因為這是我鍾愛的事業